三文鱼饭团的做法 三文鱼寿司是日式料理中我最喜欢的一款 其实说的更直接一点 我更喜欢的是三文鱼本身 可能有些人不能接受生吃三文鱼 对生吃也有诸多担心 其实我也有同样的担心 但不得不说 三文鱼确实要生吃才最是鲜美 今天做的这款三文鱼饭团 营养美味 我们都很喜欢 双引号 泰国米适量 三文鱼适量 菠菜适量 白芝麻适量 盐适量 糖适量 白醋适量 蒸鱼豉油适量 芥末适量 沙拉酱适量 芝麻油适量 一天将米清洗一下 放入一杯的水 浸泡20分钟 开始煮饭 煮好的饭饭很香 二趁热加入盐 白醋 糖和芝麻油 拌匀 三烤开的水里加入几滴油和盐 放入菠菜啄熟后捞起 四挤掉水分 切碎 放入饭里 再加一些白芝麻 五充分拌匀 六准备好三文鱼 七切成小粒 八先将饭饭做成自己喜欢的饭团形状 再摆上三文鱼 中间挤上沙拉酱 吃的时候 蘸上蒸鱼齿油和芥末 味道好棒 小窍门原料 泰国米三文鱼配菜 菠菜白芝麻调味 盐白醋糖 芝麻油沙拉酱蘸料 蒸鱼齿油芥末 一 今天没买专门的寿司酱油 就用的蒸鱼齿油 二 三文鱼在低温状态下口感最好 可以在吃之前保持冷藏状态